三位消息人士向港媒透露 中共正在游说港府推行全民检测 目前香港政府未进行公开招标 直接委批三间公司 华大基因旗下的华星诊断中心 中检Prenetics协助检测 而其中华星诊断中心及中检与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楼的联系 中共为什么如此急于为港人做全民检测呢? 据港媒于2014年5月19日报道 香港华大实质为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心 其是专门研究基因组的机构 而该报道都证实了华大基因以香港为跳板拓展海外市场 澳洲洛塞博大学政治系主任来宝表示 担心该批市集涉及收集个人隐私和人权方面的问题 他还向英国媒体表示他不知道自己的DNA样本 会否最终进入北京一些与警察有关的数据库里面 外界分析如同生物科技界的华为 这个名为华大基因的公司正在帮助中共进行一项全球性战略 以便在世界范围内窃取及掌握更多人类的DNA 华大野心是想建立一个全球最大的DNA库 目的有两个 一是为了器官移植服务 二是研发生化武器 这个人之一的 没什么 Е你们要在 hj合作的 一年 我来打课一下 给这筏 一年 是 登山 一年 一年 就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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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